今天跟兩位邀請我來的事情有什麼關係? 關係很大,我回到台灣的時候,我只有帶一塊錢新幣回來台灣 我在台灣來感謝主,我的辦公室自己買,大概明年希望改建成豪宅 我買的時候,我跟你講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改建 我的住家,我剛買的時候我是在國土建永圓旁邊大巨蛋,現在準備蓋 我也不知道,但他是神的處,我只有帶一塊錢新幣回來 等下如果有時間我放一個冰冰拿,你會看到我以前在新加坡過的生活 以前每天一幫我做節目的時候,他每次介紹我給別人,他說這個日文,還算拿給祈福 我都覺得說,哎呀,請問你,你怎麼可以這樣介紹我呢? 我是這樣,很不好意思 到跟他們夫妻交情不錯的 可是,我是一個,在一般屬年的經歷圖裡面,我是怪怪的幾乎 為什麼?因為我很喜歡教別人,怎麼賺錢 那我跟你講,我適合教嗎?是覺得我也不適合教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講說,我來跟你分享 我在台灣這四年半,我到底做對了什麼事 那這些事情,如果我做對了,也許你跟我幼稚的想法在做一樣的事 可能你也會得到類似差不多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而且已經蠻好玩的 那因為去年年底,我大概已經半退休狀態了,就不太做 為什麼?因為我現在懷孕了 然後我就想說,人賺錢的目的,不是就是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一個幸福溫滿的家,不是嗎? 就覺得我應該陪他,順便把孩子帶大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這樣子才是過一個神啊 他真的很滿意的生活,所以我就帶他到下面下去 然後我去呢?這樣當然這段時間,他的身體調整很好 那突然有一天,我過來,我就是跟著創辦人當天,就打架給我 他說,Aaron,你快快快,有一個項目啊,非請不可 我說,沒有什麼事情,非我不可的,你可以找別人 然後他跟我講說,真的,因為他這個東西跟教育有關係 然後他說,這個東西跟百年大計有關 我說,我在想,他講那麼嚴重 然後我就說,好吧,不然這是什麼東西,你讓我知道 他說,有一個課程,上完兩天,他會讓蒙著眼睛 蒙著眼睛的小朋友可以畫畫,可以讀書,可以寫字 我在想,我說,哇,叫嚇人了,得以看見 他說,不是啦,這個不太一樣 他說,在大概小朋友到12歲以前,他這些能量,這些能力 其實都可以被擊拔了,透漏了某一些訓練 那我就真的來看,看一看以後,我說真的,我嚇得一跳 那我說,你為什麼要找我 那因為什麼,因為,大概我在台灣,犯這些知識的焦慮 大概每一個領域裡面的最頂尖的,第一名的通常 都會透過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找到我 所以他們覺得,如果我點頭要做,大概這個小朋友就有希望 那說真的,我也不再敢亂接 因為什麼,我常常跟他們講說,我要禱告禱告 所以啊,因為常常要禱告禱告,我也得罪了很多外邦人 那我咧,因為常常要禱告禱告,我也得罪了很多地獸子 因為什麼,因為這都不平安,我就不接了 那這個案子咧,為什麼會接? 是因為我以前訓練那麼久,我後來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大人為什麼那麼難訓練 是因為咧,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這個腦袋如果分兩邊 一邊叫左腦,一邊叫右腦 可是上帝並不是先創造左腦,並不是先創造右腦 上帝小朋友在懷胎的時候,他是先創造中間的一個腦袋 在醫學名詞叫做煎腦 可是這個腦袋,如果你不用咧,他就萎縮了一個關 那小朋友在六歲以前,有一句話講六歲定中生 是因為六歲以前,六歲以前,其實這個煎腦是開的 可是六歲以後開始上小禮,就開始關了 為什麼?因為所有的小學大部分,他都偏重左腦的教育 因為文字、邏輯、思考、分析都在這裡 然後後來欺騙真,他就說右腦很重要 因為右腦呢,管了日子,要做得到醫治 他弄油冰也發現,潛意識力量呢,比表力是大 問題就來了,這兩個東西哪一個比較好?左腦好還是右腦好? 因為答案是多好啊 所以沒有話平衡的亂,去找到上帝創造你最原始那個腦袋 利用課程把它批發,你就會達到我們差不多類似的結果 我後來發現,對啊,那如果這樣,我是應該回去尋找小學以前的教育 所以那是我後來一直跟陳達告的 我說如果要讓更多人信徒我,是不是應該從他的家庭小朋友開始? 為什麼?因為我為什麼會受洗? 是因為我七歲的時候,我父親去世 我在教會背很大 所以後來我在想,為什麼人家說受洗? 我就受洗 當把別人找了之後,我就找教會去 所以我在想,因為過小時候,我們可以撥給他很多的種子 那我想應該有機會 那當然感謝主帮,因為這個小牧師交在國凱 我們就跟張天立跟西柏文全人寡白協會 公司都往他們的手上 那我覺得,最起碼這樣的產品,應該不太會從樣 那他們兩個就一直極力希望我變成他們的董事 變成他們公司的總經理 那我說,我們一直在互動,放在淘寶裡面一樣 我都放在淘寶裡面,若敏安有任性 那當然他們就直接,對不對,就把打壓就上架 就要我負責這一塊 那我們公司的人就開始跑來 我們就開始整理教材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要後有翻譯,後有很多的享受 那感謝主 這一件事情到目前為止,看來還算滿平安的 那最後最後,我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給你看一個影片 我只能做一個很小的見證 因為比起張天立,我的見證算是小黑主義 我讓你看看,這一段時間 上帝讓我在我的辦活動裡面 祂給我成功的精神 我就跟你講 當你想我可以如何幫助更多人得到幫助的時候 當我在想我如何可以提升別人更多價值 我如果服務我的客戶 我如果帶更多人信主 如果我們做的是這樣的東西 我可以看看,大概會有哪一些祝福 我的祝福上是比較小的 但是這些祝福應該很多人應該就有反應 那我想,除了這些祝福 我想上帝不會只有喜歡我的個子不要吵到 也不會上帝不會只有喜歡住在新加坡的我 那我在想你們應該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很多 滿滿跟豐富的祝福 那給你們看一下 這段影片 是我回來台灣 一個導演幫我剪的影片 那我講簡單,你大概可以看到我在想犯了哪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應該 應該有幫很多人chop到價值 跟關注很值 跟價值 很多的 很多的 好的回饋 所以上帝給我還算多 還算多 滿多的祝福 所以我會幫你 然後 再多一些 然後 因緣線 就是 從 緣語的 曾姐波樂圈 緣線線 被曉得 那生活就高了 你們再看看你身邊的人有一些 他們為什麼收入這麼高 他們為什麼生活的這麼樣的功率 他們是對我們更加努力嗎 還是他們對我們更加的聰明呢 黄真祥,今天来到我们的剧院,他的人生可以说是 如果大风大浪,大起大祸,尤其在他的事业当中 你真的很难去想象,他经过的是怎么样的身边鼓励 然后怎么样攀分到世界的顶峰 我不是一板公寸的,所以要不然这样讲说 受洗,现在基督以后,就会一板公寸,我就这样讲 长大的债务员会让他过不过期来,几乎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虽然他是经常不定,吃过各样的苦,也不一定平衡到入宿之后 但是当年到风不够惨,不在千万,没有怀孕却不是他的果肉时 这叫黄真祥更是情节很堪 接着而来的重创,当他已经只想到美国就第三个金门大潮 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事情却因为这场美国情而有了巨大的改变 黄真祥不仅没有自杀,而开放出事业的进而成 这是我刚回来台湾,在台湾有任何人脉跟资源的状况之下 我在台湾有大众美国上,发了一种收费的 这种收费,最近我们不要从1980圈,对吗? 在休会来,有多少人将进场演讲,进场演讲会将军兵的来给你们做拍照? 感谢观看